嗨,欢迎收看探索未知世界,我是杨阳 相信看过动漫的小伙伴都知道 扭曲时空是一种多么炫酷的技能 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经提出过时空扭曲的概念 至今还引起着不少天文爱好者的兴趣 到底这样的时空扭曲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呢 据国外媒体报道 天文学家号召天文爱好者帮助他们搜寻星空中的时空扭曲现象 这种现象是由大质量天体对周围的光线造成扭曲所致 也就是所谓的引力透镜 引力透镜能够产生美丽的宇宙圣经 也有助于天文学家寻找宇宙中的暗物质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说过 只要是质量足够大的天体 如黑洞就连光朵不能逃离 这样的现象和结论已经得到了不少科学家的认同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光子无法逃离和顺利按照轨道逃离之间会存在一种现象 就是光子无法按照原有轨道运行 而是呈现出一种偏离的折射或者扭曲 而我们都知道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东西就是因为光的反射 而一旦光被扭曲了 那我们就能观察到 原来在我们观察的视角中并不能观察到的现象了 这样呢或许能观察到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最大范围以外的宇宙 就如牛津大学的天文学家菲利马修说 时空扭曲现象不仅可以像透镜那样放大其身后的遥远星系 而且呢还可以用于测量造成这种现象的天体质量 进而计算出有多少暗物质参与了其中 以及暗物质的分布 虽然呢我们不能保证观察得来的现象和数据的真实性 但至少为我们观察宇宙提供新的素材和方向 特别是在宇宙构造和暗物质的领域中更进一步 甚至或许能在某个瞬间捕捉到一个折射画面上出现的宇宙生物 不知道大家对于宇宙的观察都持有怎么样的态度呢 这到底是加强了我们和宇宙文明的联系 还是暴露了我们自己呢 欢迎关注探秘未知世界留言给我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呢